所以说西方的这个house 不过是一个房子 房间 租的也可以 也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他们经常就是喜欢租 中国就认为这个祖宅啊 不管阳宅甚至阴宅 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阴宅它是常年不动的 一定找个好地方 那home呢 看似好像是家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那你是你 我是我 结婚以后还是AH 那搞的女人本来就不擅长赚钱这方面了 所以他们都是个人主义 那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再跟随便再找一个家有什么区别呢 就没有家的概念 没有那种真正的归属感 温能感 那你说family好像还有家族 家族的成员而已 每一个成员他又要分成每一个 那甚至这个父子关系不好 他结婚都可以不请爸爸 他们法律规定允许 你告上法庭也没用 那在中国经常就孩子结婚都是父母来操外 因为在那个年纪 那西方都是各国各的 到了18岁 像动物一样排排翅膀飞走了 那看似好像还很了不起 那跟动物学的嘛 那动物你看他们什么一个一个什么新星 要么笨笨的 要么那么凶残 谁也不认谁 那中国 他就是孩子好像成长的比较慢 但是他都有整个家族的观念 那你看怀胎越久的这种动物 是不是灵性越高啊 那跟人比 动物一生起来就会动 动一动就活了 那人不行啊 在墙包里你就 喂奶照顾他好几岁啊 教他说话 我叫他这个那个 那才能成就更大嘛 这次也叫大气完成了 这是人跟动物比的大气完成 那人跟自己比呢 那只有磨力 大气是慢慢磨出来的 你不磨你不精雕细琢 怎么成大气呢 那小心嘛你就小心嘛 很多人没有经过困难 他都不懂嘛 也不懂这个这方面啊 怎么样那方面怎么样 人其实也是很卑贱的 他只有经过南墙 甚至多少次 才能明白 当然也有灵光一点的 一看就知道 该躲的躲 治不了就躲 能想办法变通 我就变一种方式去制化他 所以 中国就有这种 大家族 人他活着不是光为了自己 你是在一个环境中 彼此互相的 那朋友之间还是 要要要要 你来我往 何况家庭 朋友一轮是五轮 最后一轮呢 所以说 那一定要 那当有大家族的观念的时候 要舍小家 顾大家 你才配当家族之长 人家才听你的 当然别的利 就舍公正 封给大家 那我 在平等情况下 我就吃亏一点了 不然谁听你的 到哪都想赚便宜 迎头小离 成不了 大事 那清光难断家伙 我们再说吧